为了抢一位歌 心都差点要引发外交风波了 像泰国菲律宾最多在说新加坡 你凭什么垄断美美在东南亚的演唱会啊 因为最近新加坡邀请了国际巨星美美 连续开了六场演唱会 每一场的政府补贴给她300万美元 而六场演唱会就一共补贴了1800万美元 而且呢新加坡政府还免费提供国家体育馆给她用 而结果呢 演唱会30多万张门票是一抢而光 二手的VIP票炒到了1万多美元 有一些豪华酒店推出的演唱会套餐 价格超过26万人民币都很快受庆了 数万游客因此涌入到新加坡 从亚洲其他国家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成了美美粉丝的专机了 某家国际机构测算 假如有70%的观众是从国外飞来的话 那美美给新加坡能够带来至少5亿以上新币的收入 超过25亿人民币了 这简直堪比一次小型奥运会啊 而新加坡政府的神操作也让我们开了眼界了 原来政府的招商影子可以如此的新潮时尚吗 原来公款消费可以如此的喜闻乐见 一个国家为了拉动经济 居然可以为一位歌手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 泰国总理看了之后呢 酸溜溜的说 早知如此我砸锅卖铁邀请美美来 只可惜啊 新加坡这回给美美要的唯一条件就是 巡演东南亚是吧 只能选新加坡这一个地方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北京的二十分之一 但人家这回把美美给承包了 咱们整个东南亚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新加坡数钱 2023年的时候 美美美国巡演拉动了消费46亿美元 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呢 有一些城镇增加了95%的收入 有机构测算 说如果美美是一个经济体的话 那它的经济规模超过世界上50个国家了 既然新加坡的弹丸之地都能搞上六场演唱会 那咱们这么多的大城市 是不是也能把它请过来搞上个16场呢 那得来多少人挣多少钱呢 要说起来 这个演唱会对经济的拉动确实挺强的 去年夏天 周杰伦海口四场演唱会 给海口创造了旅游收入9亿多 比当地五一假期的旅游收入还要多出一个亿 但是话说回来 这回呢 美美是从曼谷 还有中国澳门 中国香港 以及新加坡的PK中选出的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给的条件实在是太有人了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复制呢 确实不容易 首先要新加坡这回是政府带队洽谈 提供各种的公共资源 而国内演唱会呢 咱们基本上都是私人公司投资的 实力上无法相提并论 第二 美美出场费非常的高 需要8万人以上的场馆才能回本 而国内合适的场地就不太多 还有第三 国内不允许有延伸舞台 大道具 烟花火焰什么的 但这回的巡演舞台 几乎延伸到了场馆的一半了 国内消防肯定很难批准 还有第四 这回美美演出市场接近四个小时 国内呢 一般只允许两个半小时 更不用说海外明星来演出的话 也会有很多繁杂的规定 所以说呢 如果想要请他来拉动消费的话 真得突破不少规定了 当然细想想 最近其实我们也挺拼的 光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 新政策就出了不少 比如说多国免签 还有开通网上支付 挂外国信用卡等等 但是目前来看 这些措施的效果都比较的温和 那么看了新加坡的玩法之后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加大胆一些呢 美美在2023年打败了Chad GPT之父奥特曼 被评为了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哈佛大学还专门看了一门课程 来研究美美经济学 人们呢 总是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人和故事买单 无论他的起点有多么的频繁 来自陕西农村的董雨辉 成为了国内带货第一人 而来自美国宾州农村的美美 成为了全球最有超能力的明星 看来流量才是拉动消费的密码呀 马云不再是支付宝的实际控制人了 央行官网公事 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那之前支付宝的实控人是马云嘛 是由蚂蚁集团全资持股的 也就是说支付宝是儿子公司 爸爸是蚂蚁集团 现在呢 儿子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其实是因为 爸爸公司在今年的1月份 已经进行了一个投票权结构的调整 那现在央行同意了这个调整 具体怎么调整的呢 核心就是投票权的变化 从马云及其一致行动人 共同行使股份表决权 改变成为包括蚂蚁集团的管理层 员工代表 核创始人马云在内的10名自然人 分别独立行使这个股份表决权 在调整前 马云是间接持有着 蚂蚁金服53.64%的股份 这使他成为了公司的实控人 而调整之后 虽然说马云的股权比例是不变的 但是他只拥有6.208%的股份表决权了 表决权发生了变化 但是呢 股东及持股比例不变 经济利益不受影响 但是股份表决权更加的透明 而且分散了 这也意味着马云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 也就不再是子公司支付宝的负责人了 那么央行同意支付宝成为无实控人的公司 这也意味着 蚂蚁集团将不再存在着单一大股东 这可能也是监管部门 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的一种风险防控手段 避免公司由于单一股东导致行为失控 还记得两年前 在马云10月份的那次演讲之后 蚂蚁金服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开募集发行 在最后一刻被叫停 马云淡出了公众视野 蚂蚁金服被迫重组 而外界一直都在猜 马云将会放弃实际控制权 蚂蚁金服从最初跟阿里巴巴分割 再到今天和马云分割 可能都还是在为后续的上市做准备 另外呢 2022年底 蚂蚁消费金融公司的百亿增资计划获批了 在这份百亿增资计划中 蚂蚁集团仍然是出资50%的最大股东 第二大股东则是杭州金头树科 出资10% 这个杭州金头树科则是杭州市 金融投资集团公司下属的 国有全资子公司 那现在呢 蚂蚁金服在控制权层面上完成调整 相信它距离上市又迈进一步了 不过由于A股市要求 企业在变更了控制权之后呢 必须要等三年才能上市 而在香港交易所呢 等待一年就可以了 这意味着 蚂蚁集团虽然短期无法上市 但之后就很有可能会冲击港股 或者是A股 马云不再是支付宝的实际控制人的同时呢 蚂蚁集团旗下的恒生电子 国泰产险这两家公司 也同步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这个事件呢 似乎也在宣告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不久前呢 马云有一张近照在网上流传 照片中呢 它看起来是苍老了许多 这一年 马云12出现在萨拉肉窝的街头 人们揣测 他可能是在为阿里开拓国际市场 12又出现在东京的圣代集市 人们又揣测 他可能只是在享受退休生活 要知道1964年出生的马云还不到60岁 他2018年56岁时就选择了退休 而马云崛起的那些年 正好也是民营经济风起云涌的岁月 突然就想起了 马斯克之前在国内一个论坛上问起的那句话 捷克马去哪了 今年的1到10月 我国民间投资同比下降了0.5% 民营经济发展局成立 各种政策暖风平垂 但是似乎民企一直没有完全的 回到几年前的亢奋状态 今年以来财经记者 在金经济长三角 以及珠三角等等地方调研了解 发现民营企业最根本的 还是渴望营造一个良好 公平 稳定 安全的营商环境 让企业有稳定的预期 有安全感 企业才敢投资 敢大胆的创新 一件影响一大批人的政策 在新的一年就要开始实施了 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者 和灵活就业人员来说 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每个月会增加一笔固定的支出 深圳人设局日前公告 说是从今年1月1号起 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最低缴纳标准 将会上调到全省平均工资的40% 那按照8807元的标准计算 那就涨到3523元一个月了 而到7月1号开始 还会进一步的上调 到全省平均工资的60% 即便不考虑每年工资增长的这个情况 也会涨到5284元 而深圳原来的最低门槛 仅仅只是深圳最低工资 也就是2360元 这个缴费基数 从2000多涨到3500再到5300 翻了一倍都不止 那这也意味着 之前凡是税前收入低于8800的人 自己所缴的费用都会增加 那拿到手的钱 自然就相应的变少了 深圳一直是个特别的地方 在之前国家统一的规定 就是社保缴费的上下线 按照全省上一年平均工资的 300%到60% 但是深圳因为是特区有立法权 为了更好的吸引外来人才 就自己规定 下线可以按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交 那我们知道养老保险分两块交 其中个人交8% 非生户的单位交13% 生户的交14% 那像很多的中小企业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通常就选择最低的那一档 也就是最低工资2360 按照非生户算 乘以21% 那每个月只要交496 而如果按照新规的话 7月1号以前 每个月交740 之后更是要涨到1110 所以如果您是灵活就业人员 那这块多出来的支出 就必须全部得自己掏了 每个月要多掏大约600块 那如果你是在企业上班的人 单位交的部分企业出 但你自己负责的8% 还是要从工资里扣掉的 那按这个比例计算的话 每个月到手的也会少200多 当然了按照养老保险的规则 官方说法是多角多得 长角多得 现在多掏一点 退休后就能多领一点 那这个事也意味着 深圳的养老保险 也在提高统筹的层次 其实2021年的时候 深圳就修订了 特区养老保险的条例 提出把这个养老保险的 基数下限和比例 过渡到跟国家和广东省的 统一标准 当时人设局说的是 这个事件会有利于 制度的统一性和公平性 同时也会有利于 企业公平竞争 这个事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同样的人 东莞的企业 每个人每个月 要交1000的养老保险 而我深圳只要交400多 那肯定深圳的成本会更低 但是其实除了 官方说的这个原因之外 很可能又有其他的考量 因为深圳它毕竟是个移民城市 现在的养老负担其实不重 截止到2022年底 每年深圳的养老保险收入 1632亿 支出只有336亿 累计滚存了5524亿了 但是虽然家地很丰厚 也得未雨绸缪 毕竟深圳目前的常住人口 从去年开始 已经首次下降了 而随着这两年经济不景气 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缴费人员 还会进一步的下降 这也不是深圳一个地方的问题了 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预测数据 到2026年 全国60岁以下的参保人员 将会达到峰值 27年到45年逐年下降 每年少2.8% 46年之后加速下滑 每年少5.78% 其实财政部员部长楼继伟 也说过这样的话 说现在的养老保险运作模式的 持续性堪忧 交的人越来越少 那摊到每个人头上的 自然就得多一点了 但是这个事对于企业 以及对于个人来说 多出来的支出 无疑也是新的考验 又一只黑天鹅呀 伊朗总统莱希突然离世了 他跟外交部长乘坐的直升机坠毁 9个人全部遇难 这枚重磅炸弹壳把全世界都给炸懵了呀 这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呢 伊朗会不会因此而报复呢 纽约金价今天因此大涨超过1% 创下2454美元的历史高点 避险资产难道又在涌入黄金吗 伊朗总统离世 到底会对伊朗 是对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要是伊朗是个能源丰富的国家 它的石油储量有1545亿桶 世界排名第四 每天出产的石油300多万桶 占到全球3% 在欧佩克国家中 仅次于沙特和伊拉克 有人可能会觉得了 只占3%没啥大不了的吧 就算伊朗先桌子不卖石油了 别人一毛巾不就补上来了吗 比如说俄罗斯 俄罗斯每天的产量有三个伊朗呢 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看一下伊朗地图好了 它卡着波斯湾出海口的咽喉 像伊拉克 卡塔尔 科威特等等国家的石油出口 都要从波斯湾出来 要是伊朗把这个嗓子也一关闭 那可不是每天只减少300万桶了 伊拉克一天的石油产量 就是400多万桶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出口的 想想这两个国家 可是发生过战争的 所以说现在的石油价格 那可是相当敏感 美国通胀数据刚刚又好转 金融市场刚刚松了口气 如果油价这个时候来个突如其来的上涨 估计美联储又得抓下了 预计的降息还怎么玩 难道得继续加息吗 那还不把自己的经济给拉爆了吗 国际货币金组织做个长期的观察 只要油价上涨10美元 全球经济增速就会降低0.2% 正因为怕事态升级 所以伊朗这边一出事 欧美国家赶紧火速的撇清关系 欧盟立刻提供卫星测绘数据 说帮助寻找和救援 美国也有高级别的政客表态说 没有证据表明 这存在了谋杀行为 就连最敏感的以色列也赶紧表态 说以色列跟伊朗总统的 遇难是无关的 大家都在刻不容缓的出来 撇清自己 说明都不想让这个事件升级 然后呢 今天国际金价大涨 但是油价居然小幅收跌 到底为什么呢 是不是金融市场也认为 这只是一个意外 不会升级为地缘冲突呢 但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 来袭的趋势 恐怕并不会造成伊朗的动荡 因为说白了 总统恐怕只能算是伊朗的CEO 而董事长其实是宗教领袖 85岁的哈梅内伊 他被称为伊朗教父 像现在正处于巴以冲突中的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也门的胡萨武装 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 都受到他的支持 哈梅内伊在最高领袖的位上 已经干了35年了 躲过了多次的暗杀 其中还包括他亲生儿子的暗杀 可以说 只要这位董事长安然无恙 换个CEO 不至于有惊涛骇浪 很快就可以选出新的总统 当然了 人选还得得到哈梅内伊的认可 那今天呢 董事长并没有释放出 什么危险的信号 虽然估计大概率市场认为 石油的开采销售 目前也看不到太大的风险 但是 惊讶的大长也说明了 市场的微妙心态 今天跟总统的直升飞机 同时飞行的另外两架直升机 都安全返航了 那说明天气并不是糟糕透顶的 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万一最后查明 这真的是一起暗杀事件 伊朗能不报复吗 所以说 国际资本可能就因此而选择了 先买入黄金避险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